我已经把我妈妈顺利接回来了 我妈妈这次来美国 我都给她准备了哪些材料 真的是很幸运 她打的两针疫苗都是北京科兴 机场直击的时候 你需要在小程序里面填写一个 出国人员申报单 这基本上就是需要准备的所有的材料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我妈这次 千里招招来看女儿 给她女儿就带了一些东西 你睡在我的对面好吗 睡在我可以看见你的地方 非常好 Hello 我已经 Hello Hello 我已经把我妈妈顺利接回来了 前面我也没给你们仔细解释过 就是我给她买的飞机票 她是落地在达拉斯 所以我们当天去达拉斯 把她接到之后已经很晚了 所以我们在达拉斯住了一晚上 昨天就回到家里 因为昨天回来一天也挺累的 所以昨天就在家里休整了一天 今天呢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妈妈这次来美国 我都给她准备了哪些材料 我就把我准备的东西分享给你们 如果你们最近也有想要父母来美国 或者说有亲朋好友 想要来美国旅行的话 B1 B2签证入境的话 都需要准备哪些资料 希望我这个分享可以给你们有一些帮助 还有就是 我妈这次来看我 也是想要方便照顾我 接下来怀孕啊 生产啊什么的 所以给我带了好多东西 带了一整箱 我把这个行李放在旁边 顺便给你们分享一下 我妈这次来给我带了哪些 好玩意儿 我妈带了这一整箱的东西 都是给我的 她自己的行李就放了一个 非常小的箱子里边 就那种登机箱 其实她也不用带很多东西 因为你发鞋子呀 她其实都不需要带 鞋子上下的大小是一样的 而且我的衣服她都能穿 所以她就想说这次来 她一个人过来嘛 行李也不能带太多 她一个人也提不动 所以她把她能有的大的行李箱 都腾出来是给我装东西的 所以也是挺感动的 这样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次入境我都给她准备了哪些材料 我妈妈是B签证 我们其实一直都比较关注 这个B签证什么时候开通的这件事 大概是从10月份还是9月份 不是就一直有在讨论B签证 会在11月份开通吗 所以我们就一直在关注 说如果开通了 然后我们可以先观察一下 有没有人顺利入境 如果有人开始顺利入境的时候 我们就抓紧时间给我妈买机票 记着大概是11月10号的时候 刷小红书 就突然在小红书上跳出来一个 说是11月9号 第一批B签证的顺利入境的 这样子的一个帖子 我就大概看了一下 他们入境需要准备的材料 然后我们就确定 现在B签证是可以入境美国了 于是我们就赶紧去看了机票 当时我们看的机票是在2月份和3月份 因为我的预产期是2月份 我们就想说在我生产跟前的时候 然后这个时候我妈来就可以帮到我 但是在那跟前的机票 我们都一直找不到一个非常合适的 因为现在飞美国的航班非常的有限 我们又住在德州 德州的航线就更有限 德州的航线从中国飞过来的 只有一般是飞达拉斯的 也不是飞休斯顿 如果要是飞休斯顿的话 都是需要转很多次机 因为我妈妈一个人飞过来 所以我不希望她有太多的转机的流程 因为我还怕她自己搞不明白 所以我们就确定上海直飞达拉斯的这一班航班 这样子我们接她也方便 而且这一班算是直飞的飞机 它只是从上海需要飞到首尔人川机场 惊停一个小时 机上的乘客也不需要下飞机 只需要他们好像是有个机组人员的调换 然后一个小时以后再从人川机场直飞达拉斯 我觉得这样子的航线对于我妈妈一个人来说的话 是最好的选择 所以我们就选择了这个航班 确定以后我们就开始看时间机票 在看二三月份的机票 就一直没有看到一个非常合适的价位 我们就突然灵机一度 我们就看看最近的机票吧 然后我们就开始看十二月份的 十二月份的觉得好像也没有合适的 然后又往上找了一个十一月份 然后十一月三十号有一张机票 价位也非常合适 其实当时订那个时间是有点紧急的 十二号的时候去订三十号的机票 对于我妈妈准备来说是比较仓促的 但是那个时候就觉得说拼就拼一把 我也真的是近三年都没有见到她了 所以我们那种心情就很迫切 互相确认了一下时间 就觉得说十一月三十号这个机票是可以买 然后我们就迅速买了十一月三十号 从上海浦东机场飞往杂拉斯的一趟飞机 然后我妈当天晚上就去申请了 入境时候需要的电子签证 三年前入境的 所以她的电子签已经过期了 所以这次入境的时候 需要重新再申请一次电子签 但是她跟我讲说 这次申请的电子签需要填的东西 好像比之前有多 好像是 因为她也记不太清楚了 反正那天晚上搞了很久 最后总算是电子签证成功了 然后我们接下来要准备的材料 就是疫苗证明 我们也算是比较幸运的 我妈是21年的6月份去打的疫苗 我当时记得好像CDC出来了一些 可以允许入境的疫苗的时候 我也是懵的 我就问我妈 我说你打的是不是人家允许的那个疫苗 她当时第一波去打疫苗 也是为了如果说没有旅行的限制的时候 她打了疫苗可以第一批来 但是现在想想 真的是做的非常对的一个决定 6月份第一批可以打的时候 她就去打了 但是她打的什么疫苗 她自己也不知道 我就让我妈赶紧去查 她打的是什么疫苗 真的是很幸运 她打的两针疫苗 都是北京科兴这个品牌的疫苗 就刚好是CDC承认的这个疫苗 因为我看很多人好像 第一针和第二针打的这个品牌 都是不一样的 我妈打的这两针 幸好都是科兴 所以疫苗证明我们也是提前准备好的 因为她疫苗当时说是叫什么中英文的 其实特别方便 就是去微信小程序里边 打开一个什么国际旅行的 一个什么什么程序 就可以拥有中英文的疫苗证明 然后就是需要准备72小时的核酸 72小时的核酸 我们就选择提前一天到了上海 然后在上海预约了一个 可以做中英文子核酸检测的地方 需要提前预约 我刚好有一个闺蜜在上海 真的是非常感谢她 她就提前帮我妈妈去预约了这个核酸检测 妈当天到上海以后 她紧接着下午就去做核酸 第二天一早就拿到了核酸的这个报告 你拿到核酸报告以后 就找一个附近的打印店 你把它打印成纸质版本的就行了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拥有了电子签 一秒证明和72小时以内的核酸检测 还有就是因为我们在买机票的时候 想着美国入境的一些要求 我们也不知道现在这个入境要求会不会很严格 所以我们在订票的时候 我们就订了往返的机票 然后我还给我妈准备了一份给海关的信 因为我妈不会讲英文 所以你就要把她本次来的旅行目标 还有她这次会待多长时间 还有她现在身上带的现金是美国允许入境的这个金额 还有就是她在美国的住址 美国人的联系方式 基本就是这样 我就大概写了一个英文的版本 然后我妈去打印店整个打印出来 还有就是我给她打印了一份CDC入境健康保证安全书吧 就是类似于这样子 我看很多人说你去机场 他就会给你发一个这个表格 你自己填写就行了 但是我还怕我妈看不懂英文 所以我就自己在网上download了一份 然后我就帮她勾好 我想说这就是一个模板 如果你到机场不会填的话 你就可以照着我这个填 到了机场以后办理直机的时候 工作人员会给你一份新的表格 你要当场勾好之后要签个字 但是机场员也会帮助你把这个填好 然后就是机场直机的时候 你需要在一个小程序里面填写一个 出国人员申报单 这基本上就是需要准备的所有的材料 计存行李的时候 它会检查你所有准备的资料 你要没有任何问题的话 你就可以出关 出关的时候好像海关会问你 出关的理由是什么 我妈说当时好像只是问了她这个问题 她就说我女儿怀孕生孩子 我需要去照顾她 然后海关就没有多余的问题了 顺利的出关 然后就开始在登机口等待登机 那天的飞机也有点晚点 晚点了大概两个多小时吧 好在就之后的这些飞行旅程 都是非常顺利的 然后她就顺利的抵达了美国的达拉斯 然后入境也很快 因为她当时到达拉斯的时候 已经是晚上9点45左右 可能是晚上了 他们一个航班 所以基本上没有怎么排队 马上大概可能排了三四分钟吧 可能就到她了 然后到她之后呢 她看见海关之后 直接把我给她写好的海关的信交给了海关 海关大概看了一下信的内容 也没有跟她提任何问题 因为我把我能想到的信息 都在那个信里边呈现了 她是读了那封信的 她读完之后呢 就让我妈输入了指纹信息 然后就顺利出班了 然后她出来之后 说行李已经开始在转盘上了 她就拿好行李之后 我记着她是45到的机场 我大概是10点钟过一点点吧 我就已经顺利接到她了 这就是整个过程也是挺顺利的分享给你们 如果你们最近也有父母要来 或者说有亲朋好友要来 可以给你们一些帮助 因为当时我也是特别需要这些信息 毕竟在小朋友上分享这些信息的人 算是比较少的 好 那大概就是这样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我妈这次 千里招招来看女儿 给她女儿都带了哪些东西 我记着当时我们订完机票的第二天吧 还是当天晚上我妈就开始淘宝 我妈就开始疯狂买东西 淘宝有那种delay的 即时送不到货的 我妈就很生气跟淘宝店吵架 我说你不要着急 因为确实时间也是比较紧迫 不管怎么样 就是她买到了 她想要给我带来的东西 这是两件月子服 坐月子穿的睡衣 据说是很方便喂奶 在淘宝店上买 随便搜一搜月子服就很多 这个还是英国品牌 是个英国品牌啊 它上面写的是精选优质美国棉 我就拿到什么就说什么了 茶叶 这是给我和老公拿的 一双这个叫月子鞋 就是跟这个睡衣是一个牌子的 是吧妈妈 我妈说什么 坐月子的时候 一定要穿一个非常柔软的鞋子 我也不懂 反正她说的 她说穿就穿呗 哎呀我的帽子 我的帽子 这个是我让她给我买的 我觉得这帽子挺好看的 棒球帽 克莱英兰 然后上面是1987 这样的数字 就淘宝上我随便搜的 棒球帽 帽型还可以 又是一包茉莉花茶 这是啥妈妈 袜子 绵绵的袜子 道理跟之前那个鞋子是一样的 就是一定得穿这种 绵绵软软的袜子 生完的时候需要用的 这也是茶叶啊 这是啥茶妈妈 一个圆饼的普尔茶 又是一双绵绵的袜子 绵绵的袜子有好多 我的最爱 离不开这个东西 我没有这个东西 我就日子过不下去 这就是什么呢 搓澡精 上一次我妈来过 镜的那一批搓澡精 都让我用坏了 这次来我就让她给我 多带了一些搓澡精 你们洗澡会搓澡吗 搓澡真的是太爽了 我妈给我买了好多的橡皮筋 就扎头发的 这个 这个是个重头型 看这个袋子洗清吧 甘肃特产 粉条 就这种土豆粉条 粉条应该全国人都会吃吧 就有的地方吃红薯粉 有的地方吃绿豆粉 我们甘肃人就吃的是土豆粉 我妈给我带了这么多粉条 这种土豆粉炒 包菜特别的好吃 超多 这就是土特产类的 这个是我妈给我买的一条孕妇库 我不是跟你们说了吗 我在北美真的是找不到 合适的孕妇库 这怎么看着好大呀 妈妈 来了吗 它是98%的棉 底下就是这种白色的牛仔裤 方便配衣服嘛 最近真的是没裤子穿 来得非常的及时 这道东西 这道都是些小零碎的东西 鲨鱼夹 可爱吧 它是这种棉的小熊的 大概就是 挺可爱的 这是小熊的 一堆鲨鱼夹 有绿色格子的 有蓝色格子的 还有这个咖啡色 我也拥有那种网红鲨鱼夹 太棒了 小发卡 长这样子 加刘海啊什么的 白色一个咖啡色 三盒粉扑 一盒里边是三个 腰质粉扑 就叫这个名字 包装多可爱 中国特产 暖水袋 而且现在的暖水袋 真的做的挺好的 外边还有一个这个套子 就以前不是都是那种橡胶的吗 为什么买这个呢 是因为我现在到孕后期了 我的坐骨神经开始作腰了 哇 我坐骨神经不知道哪一天 就突然就特别痛 痛到我的腰都弯不下去的 那么严重 但是有一天就好像很好 但有一天 他就突然就不知道 孩子哪里压迫着 他就很不舒服 然后我就问医生怎么办 医生说就三种办法 第一个就是热敷 然后第二个就是按摩 然后第三个就是吃止痛药 我老公帮我按过 但是我觉得效果不怎么好 就是按完之后 还是一样的很痛 那吃止痛药 我觉得吃药 多少还是有点风险吧 对吧 所以只有靠热敷 但我又没有一个很好的 就可以卡在那里敷的一个东西 当时我妈没有来的时候 我就用那种一次性的饮料瓶 饮料喝完空瓶子灌热水 然后敷在那里 但饮料瓶它是一个圆柱体 它很难固定在一个地方 所以你要翻身上什么 你手总要给它固定着 就很麻烦 你手也很酸 然后就整个使用感受特别不好 暖水袋这个时候就特别的重要 然后我妈说她的我准备好了 就 带她这个贴心的礼物 这个也是一条孕妇库 跟刚才那个孕妇库都是一个店铺的 叫这个牌子 就是也是在淘宝上随便搜的 看那种销量还不错 人家评论还不错的 这感觉也挺大的妈妈 两个一个好 卡其色 底下有点这种针织的感觉 这个盒子是我让她帮我在淘宝上买的那种包衬 美国买包衬也蛮贵的 淘宝上特别便宜 才40块钱一个 我就让她帮我买了 这是啥呀 这是啥妈妈 精卖 精卖曲张弹力袜 就是你伸完以后人会浮肿 然后我就看好多人都会准备这个 防止小腿精卖曲张 或者浮肿的一个这种袜子 这个包衬是给我那个Burkey买的 30的大小 然后这个是给我那个Kelly买的 两包衬 淘宝上买真的是太划算了 这个是袜子 稍微高筒一点的袜子 小皮鞋 然后它那个袜子的筒高 基本上在膝盖以下的那个高度 就是蛮长的 就买了三个颜色 这个分纸袜 四个花色 我今年特别想买那个 那牌子叫什么来着 那分纸鞋的牌子叫什么来 Mason Mojila Yes 分纸的皮鞋 然后我想说最近看年底打折 能不能淘到一个好的价钱 然后我想说可以配这个袜子 配那个鞋穿 妈妈你知道那个分纸鞋吗 对对 就那个皮鞋 像个小猪蹄一样那个 我想买那个皮鞋 刚好这个袜子就可以套在里边穿 哇 然后就是好多拖鞋 你怎么给我拿了这么多拖鞋 而且拖鞋好占箱子空间呀 五双拖鞋 我拆开一双给你们看一下 我在这买了大概有四五双拖鞋 但是他就是觉得说 那一家里来客人呢 拖鞋不够穿呀 我买的拖鞋质量不好啊 肯定没有买他买的好啊 反正就像小气垫一样 一体的这种拖鞋 挺可爱的 发 洗脸的时候用的 都是一个鲨鱼夹 是一个特别简单的 一个银色的鲨鱼夹 把筷子 你是啥时候买的吗 这筷子挺好的 反正长得特别的酷 上面是这种金色头 底下是这种木头的这种筷子 摸起来手感也不错 这是那个收腹袋是不是妈妈 产后用的收腹袋 生完孩子以后 你裹在胯上的一个东西 这质量看着还挺好 他说是什么蝉丝的还是怎么回事 这也是搓澡精 这是搓澡精吗 是的 这么多搓澡精啊 哇塞 我简直实现了搓澡精的自由 这个搓澡精的图案挺好看呀 比你刚才给我的那个搓澡精 我去不打开给你们一一展示了 反正就是图案非常洋气的搓澡精 又是一个收腹袋 收腹袋你买两个是吗 接下来就是妈妈给小宝宝买的东西 宝宝认数卡 虽然现在买这个还有点早吧 但是无所谓了 零到六岁发散思维呀 开发智力呀 大脑启蒙啊 成语故事 成语故事 这里边都是这种 有拼音注解的彩色图案 我特别希望我的孩子把拼音学好 对他学中文啊什么的 都是特别有帮助的 把这个中文妈妈 给孩子的史记 这有点太早了 这有点太早了买这个 也谢谢你 它这个主要是里面有拼音啊 也是有拼音的 反正就是 买这个是 它玩长一长它可以自己看 对 他只要把拼音学会了 他就可以看了 当然给我看了 动物世界 就这种小卡片 还有水果蔬菜 唐诗三百首 这里边就又有图片 又有拼音注解 但现在真的是有点导弹 但是就是给他先准备着吧 他姥姥希望他的外孙子 以后可以看很多的书 接下来就是一些卡片 黑红视觉卡 黑白视觉卡 食物视觉卡 哦对 还有一个 还有两个东西 哇 这简直是 我跟你说西北人的精髓 如果不是西北人 应该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吧 就是凉皮 做凉皮的盘子 你看它两边有一个耳朵 然后呢 你就烧着水 然后就怎么弄面啊 我也不太懂啊 就是发酵的一些面粉 然后倒在这个上面 给它弄匀了之后 放在锅上蒸 蒸好了之后 它就成凉皮了 这就是做凉皮的工具 然后我妈这次来 就准备在家里 开始给我做凉皮 虽然她自己也不会做的 但是她把工具买到位了呀 咱现在有工具 咱们在研究嘛 是不是 这个东西 哇 这个东西太神奇了 你看我妈居然背了一个这个 很多人说 这是个什么笨头吗 不是 它叫做活络床子 活乐 活乐 和烙 和烙 我不知道这 普通话怎么说呀 它是一个压面机 我也是第一次见 当地的面馆见过 就是那种很大的压面机 但这个就是家用的 我其实没有太想要吃这个 但是我妈跟我说 说是 哎呀 我给你背一个 这个神器 虽然这东西 我妈自己也没用过 她也是朋友给她推荐的 说是 我跟你说 你得买个这个东西去 就很方便 然后我妈说 那就买一个吧 她自己也没用过 这个我们也没实操过 我不知道好不好用的 下次用的时候 可以给你们拍Vlog 记录一下 这基本上就是我妈这一次 这一箱子里面 给我带的所有东西 她其实还想给我带很多东西 但是算了吧 因为她一个人过来 提太多箱子 我害怕 它搬不动啊什么的 路上我也挺操心的 这些东西就已经非常足够了 我真的很感谢我妈了 哦 对了 还有两个 给你们分享一下吧 就是 我经常带一些金的小的首饰 都是我妈妈送给我的 我妈也送给我的怀孕礼物 一个是这个 小手链 这个小手链 就特别细 我觉得特别好看 方块 一个圆圈这样子的 就很精致的一个细细的金的链子 牌子也是周大福的 我妈送给我的 基本上的金饰都是周大福 因为我妈喜欢周大福 然后就是还有我的项链 这样子一个小钥匙 一个这种金的项链 她昨天见到我之后 就拿出来说赶紧戴上吧 这是她送给我的那个怀孕礼物 这两个首饰 如果你们在日后的视频 看见我带的话 问我牌子的话 就是周大福 如果你们喜欢的话 可以截图去周大福问一问 像之前她送给我的 那个小锁的那个手链 也是周大福买的 但是很多人说 他们去店里去问 那个款式已经没了 像这种足精店 他们的款式 都是特别快 就是一批一批的 就是设计都不是那么很固定 就是总是出的 所以如果你们喜欢 就可以尽快去 这种足精店里去问 这就是我妈这次来购买 所有的礼物 我真的太感谢我妈 我妈太伟大了 就是一个人飘扬过 还拿了这么多东西 真的特别感谢她 每次来都带大包小包 那就这样吧 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